我們看在這裡 它說束縣上哪個切點 可以在齒規做圖上面找出相對應的位置 我一再強調我們齒規做圖怎麼做 然後我們再一次 我們先假定 老師先假設 老師把齒規做圖原理假設給大家聽 我們去假設 這邊有一段長度叫A 這段有一段長度的事情 一單未長這樣行不行 那以這段長度為直徑 麻煩你畫一個半圓 這樣行不行 花一個半圓之後 麻煩你過這個體驗 做一個垂直下來 這樣行不行 那這段長度又是齊 根號A 對吧 做再來一次好不好 我們多做舉事 來理解一下它的原理 我以這段根號A 好不好 為長度 我去取一段長度是齊 這段長度是根號A 我再取一個單未長1 我這時候以這段長度為直徑 好 畫一個半圓行不行 我這時候再畫一個半圓 我過這個碟去做一個垂直下來 告訴我這段長度的事情 原本是根號A的 我再把它開一次根號 所以說這段長度是總共是A 開幾次 4次 這樣行不行 行號 再來 我再畫一條束線出來 為這段A開4次 我取一段長度 這段長度是A開4次 我再取一段長度 這段長度是一單未長 我再以這段長度為直徑 畫一個什麼 半圓 畫一個半圓之後 我這邊做一個垂直下來 告訴我這段長度事情 原本是A開4次了對不對 它再開幾次 兩次 開4次再開兩次 所以說在數學上總共開幾次 開8次 所以說我一再強調 在數學當中哪些東西 可以齒規做圖 像A開幾次 開2的N次半 也就是開2次 開4次 開8次 開16次 以此類推 像這種東西 才可以齒規做圖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你看一下 A選項 會根號2加根號5 可以 B選項 3分之5加根號可不可以 可以 C選項開3次行不行 不行 豬選項 可不可以 可以 對吧 它先求出根號3 做再下去 開根號2加根號3 可不可以 可以 行不行 請後1選項 原作率行嗎 不行 好不好 原作率 好不好 沒辦法齒規做圖 可不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